所以一開始就很喜歡這個音樂劇嗎? 對啊 Avita是很重要的 Musical Opera裡面的很重要的一齣戲 很重要 那上次 我去紐約就沒看到 去Roway的時候沒看到 所以 這麼棒的 劇來台灣是一定要來看 對 這個特別期待哪一個長短?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我覺得大家 一聽到這個部分應該會 嘖 眼淚會流下來吧 可以的 你今天是只有自己一個人來看嗎? 還是有自己一個人來看嗎? 哦 跟他難得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以為老公還是小孩一樣嗎? 哦 原本我要 其實 這麼好笑 前幾天 我就教 我們家的雙胞胎姐姐 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所以他知道我今天要來看這一齣戲 他就一直吵著要來 但是其實這個戲還蠻深的 我認為一個六歲的孩子是應該看不懂 那哥哥本來 哥哥本來就答應我要來看 然後 後來 我剛才在家裡等他 他就突然間跟我說 毛毛我不想去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聽說我會看不懂 哈哈哈哈 其實我比較想要帶個哥來挑戰一下 對 那從小時候就是看相關的音樂劇過嗎? 哦有 有去看過兒童劇的那個演出嗎? 但是 又唱又跳的 musical 對 有機會接到 我在2013 不不 2003 或2004的時候 我忘了 就演過 鄧麗君小姐 演過鄧姐的歌舞劇 所以啊 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對於一個歌手來講 這應該是一個極致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機會參與歌舞劇的演出 又可以演得好 唱得好 跳得好 我覺得這對一個 對於一個歌手是一個 很極致的表現 當然想啊 可是啊 真的 我的身份太多了 我想當好媽媽 想當好歌手 想當好 又想在朋友之間 有自己的時間 跟朋友相處 所以 那演出 演一齣舞台劇 歌舞劇 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今天來看喔 他其實 有一點流行 但他的唱法 又跟 我們歌手平常在唱 流行歌曲是不一樣的 所以 應該還蠻 蠻大的挑戰 對